打死海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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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岩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打快攻 我的卡组每一局都会有一点略微的调整 并且我带了嗜血 我看好多人跟我说让我带一下嗜血 有奇笑 好吧 我们就来带一张嗜血 看有没有 奇笑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讨厌嗜血吗 因为我这个人 但凡我打得鲁伊 我扑了一地 我需要嗜血给我斩的时候 永远抽不到 而打这种需要资源套牌的时候 嗜血永远在你手里 Very good 这里不换他 三宫换他没有什么意义 希望下游和能抽一个 这个214能配合的牌 抽过牌 抽两费三杠二的拿冷风 卡出响了 那我只能先探底看一张了 炒炒吧 这个炒炒也是我新代入构筑 想尝试一下的 因为我发现当我对手打炒炒的时候 我好烦 所以我想试一下我带炒炒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个嘲讽出的好啊 不然这个214没了 虽然这里214也不太可能保得住 哎 我这个手起手还行 两个一接了个214之后没有后续的 这该死的嗜血 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为什么我讨厌带嗜血 因为你快攻真的卡不起手 你看你现在卡住一张嗜血 然后呢 哎 真是很难受啊 我有鹦鹉有血崩 可能这局只能靠他了 因为前期节奏全舞 虽然我现在有那么一丢丢场面 但这个场面几乎不算是一个场面 我五费得让我戳什么牌啊 最好是来个什么过牌 这样我才能滑到血崩加鹦鹉 但这个局因为我前期没有抢到伤害啊 而且他这个回甲真的好烦 哇 我 图腾过吧 请问这里大炫窝干什么 我为什么带大炫窝 这个牌其实没有那么好用 因为我带了323过牌 只是我不想夹断 我还在考虑我这套牌里面 是带大炫窝 还是带闪电链 就是我需要带入额外的自然法术 让我保证323不要夹断 大炫窝 我觉得这个牌其实现在真的不太好用 可能我会之后尝试带闪电链的构筑 这个人还蛮憨的 铺的还蛮多的 现在隐患是在于 这两个324回甲好烦 哇 他直接占满了 那如果我再抽一个雪崩 这局就有了 两个不够 因为他每个都能回六甲 这样是好憨 没有 那就先雪崩吧 我有两回合的机会 下回合打鹦鹉 然后再抽一回合 就能抽两回合 所以请问嗜血有什么用 唉 想想啊 这里我图腾 崩 其实我都想把大炫窝扔了 就当一个频率嘛 万一我下回合需要开嗜血 结场 这个场面踢不死他呀 他六甲 这两个六甲太烦了 唉 那我得解场了 我想想啊 这里这个解场好像也不是很行 先探底看一张吧 变身 那必须要拿变身 所以这里的话得解 那么我一杠一 应该去撞一个四杠一 呃 我解不解 我不想解了 我踹脸吧 我去我 我踹脸吧 下回合我有变身的 先踹了再说吧 变身完了以后打一个二 还剩二二和三三 但他下回合会出五七七 可能下回合我一个十要去解五七七 看他怎么来换我吧 哇 这一局打到这里应该就已经很难了 这把主要是因为我前期两费前有节奏 一直到六费 三费四费五费都等于是空过的 他给我这个换了 呜呦 他这个换的还挺好的 我本来以为他要二三换我一个 他现在这样换的我还有点难受 他又把场占满了 他不是不能开船了吗 他读我一定会解他 行吧 呃 场攻是多少 这是一定不够的 嗜血肯定是不够 嗜血是加九 打一个二应该是必须的 想想啊 这里打一个二 然后应该可能大概 我想出二三了都 打不死啊 这确实打不死 闪电剑这得解一个 解三一啊 我不想让他再回甲了 五杠一有可能他要跟我这个嘲讽换了 这个护甲我没办法 还行 这个护甲真的是占太多回合 但我之前因为卡出屎了 我真的是解不掉他 我还有两个怪 估计只有一个十二弓了 哎呦 他给我这个换掉 他五杠一要把我这个十杠四换掉了 那就只有一个十二弓 那这个十二弓怎么办呢 结场我觉得赢不了 但是踹脸我感觉我就要死了 嗯 这里面是布鲁卡战好 打吧 呃 最好是什么 打一个二 出个二三嘲讽 他露脸了 打个二 nice 这样的话我再打一个二 十二弓就有资本的踹脸了 这个十二弓踹到脸 我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抽红龙 差一点点 因为他会回甲 十 哇 这把刀有点秀 啊啊 我这十二弓如果能站住就有机会 他会花所有的代价给我解掉 等等 他如果找重拳 是不是我要死了 没有 我去 我去 哎呀 完蛋了 就打不死他了 想想啊 他这一转甲是实学对吗 啊 不转甲啊 哇 他卖脸 啊 你看不起我 红龙 我觉得火车没有用了 就要卖了 唯一的作用是 他如果配合运河 啊不是运河 重拳 能多打二 但我如果不卖 我觉得我就已经要死了 卖了 他可能还会来劫我 绝望 海盗战了 绝望 不 等等 呃这里的话 我 动住 哪一口 场弓是八 哇 我有打六 八 他这里赚一个 我去 你这个时候能打脸吗 怎么打坏 他解不掉了吧 哇 他指我了 哇 差三是吧 他是九 差三 闪电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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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过牌可以 不能夹断了 我没有牌能夹断了 闪电剑 yes 这把真是打得惊心动魄 海盗战 继续 我们还是来打海盗战 我想试试看我能不能捡一个海盗战寂静 因为现在天梯不是海盗战就是德鲁伊 不是海盗战就是德鲁伊 闪闪已经末期了 是吧 这个血巨人 牵手有特别强 因为他能压住对面 挂这个 来 哎呦 这个两个就不要了 就出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两个大概率会把自己格子给卡住 我觉得没有必要出 因为你一个的时候好减 两个以后就是质变 对吧 两个三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呃 这里 保场的话就电剑 我觉得要去过牌的 过牌好一点 这种夹断就很难受啊 但是我这套牌里面有三张牌能夹断 两个火和一个嗜血 呃 自然法术一共是四张 两个闪电剑和两个大漩涡 解吧 这种怪吃了一个那个什么海盗打五啊 吃一点都不亏的 鱼人 那先探底看一张吧 三杠二 三杠二以后 直接把这个小鱼人打了 把技能换了 早换早好 虾子和猎人 我觉得拿猎人可能更好 因为猎人是两点伤害 两点伤害和一点伤害是质的差别 虽然你觉得一费的变脸 可能性价比还挺高的 但是往后打 这两点的伤害 每回合多叠一点 很关键 猎人为什么厉害 因为他的英雄技能是射箭啊 对吧 他这有个爆发好高啊 还要再挂刀 就看这个打二打的好不好了 最好他打脸 打脸我就有机会 打脸打脸 打脸打脸 nice 打了一坨石 把这个三杠二先出了 然后冻住左边那个二杠一去过盘 因为这个三杠三避解 那再把一杠三出了 给元素加场攻 然后电剑掉三杠三 继续踹脸 这局我还行 但这么打的隐患是在于 下游和我是六费过载 不能打雪崩了 不过我场面应该还ok 希望吧 就打这个战时呢 你前期这种杂毛要尽量抢到十五血左右 然后靠雪崩雪崩踢两脚带走他 如果你前期没有抢到血 即便你有雪崩两连 你也打不赢 因为这个时候你打一个雪崩啊 大概率你的雪崩是一个六杠六 到八杠八之间 就算是个八杠八 你踢两脚你也踢不死他呀 是吧 所以说前期一定要抢到雪 我有雪崩两连的还不错 这里的话下游和会打一个一加六 他要回甲了 他可能有两个回甲 就一个 一个还行 两个回甲真的烦 你看我上一局就是这样 他这里的话 硬币干什么 赚假 雪到了 对面感受到了杀意 他还要卖一雪 那么他能回三甲 十三雪 这里反正先一加六嘛 一加六拖着再说嘛 你看 这个时候就如果你前期假如没有抢到雪 他如果是个什么十五雪 加上这个四甲 你可能两连崩都踢不死他 因为对面是有回甲的 这个三二四 我觉得不管了 这个得踹脸了 哎哟 我挺烦的 踹脸 雪崩 加射箭 对吧 打到八雪 他下游和回甲是十雪 然后加转甲的话是十三雪 我场攻是十一加二 哇射箭关键吗 来 砍我一杠二你 砍我呀 砍啊 砍啊 还好一杠二活了 真气 哇这一杠二没有活还差一呀 打的就是你 海盗战 海盗战继续 就现在你看到战时 百分之一百 是一个海盗战 我就没有见过曼苏的 两三天前 我大概打过曼苏 但现在没有了 全部都是海盗战了 可惜我这里是一个后手 这样的话 我这个血巨人可能压不住 嗯 那我是不亏的 这里我真的是不亏的 我们来探个底 二一四 手里面配合二一四的牌特别多 我之前说过 二一四在这种快攻体系里面 它的性价比 它的收益是更加大的 这也就二一四 然后给它加血 会加两次 第二次加谁 加给自己了 探底 把这个解了 这个护甲前期能解 必须要解 拿三二吧 它能拿两个冷风 下游和我们大概率 应该会是先去过牌 但是冷风这种牌 一定是好的 再出一张 我们这回合先去过牌 可以 过牌之后 闪电剑 来 哎呦 甲断一张 可以的 闪电剑 然后一四去撞了 把这个一杠六 最大化的保住 如果它还能站住的话 下游和就可以拿三二了 哎呦 可以啊 这张牌我也有带过 就是找 元素嘛 对萨玛来说 我用下来 我觉得一翻 我就给它下了 对萨玛来说 这个牌可能没有什么 太大的作用 这里你可以继续过牌 但是我觉得不好 因为我需要两个雪峰 所以我们拿冷风 这里把这个四杠四 探底一下 给它解了 呃 红龙好 十打十的八点伤害 把它过上来 对吧 这个四杠二是必解的 场面虽然说还行 但是你看我前期这局 已经算蛮糊的 都还没有抢到雪 这局其实不太好打 因为我没抢到雪 这是个关键 都打到这个费用上 它会不会还是满雪 哇 这两炮打得我真是 如果这个214没有死 能吃上6杠6 这个雪崩了战壕 能养两次 这局就有机会 不然还是蛮难的 尽量打吧 好消息是 它没有回甲 八公踹一脚 下游盒再动住 手里面是有两个直伤 应该还OK吧 它要开船了 然后把格子站满 牛逼 就喜欢这种不动脑的 对吧 这里先 塌 崩 然后把325出了 我现在为何需要325 就会补这两点伤害的 这个不是伏笔 而且五雪很容易站住 它要砍我这个325嘛 那多少雪 11加3 14 你觉得厂购没有死 对吧 用你的牌打死你 来重拳撸他脸 去里打 耶 主播啊 人头给重拳 那一次 你好年轻人 战士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会死在重拳手里 先手 先手有血巨人 真的好厉害呀 然后你可以再指望神 抽一个一费二杠一 那个加血 给血巨人加上一口 对吧 来挂任务 挂任务 挂呀 打的就是你 214 直接出 场面压力最大化 来呀 还打着 摊个底 硬币 还要给我打了 哎呦喂 哎呦喂 漂亮 哎呦喂 哎呦喂 漂亮 这人有脑子吗 这里我们出325好 送掉三个频率 剩四个 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萨满 现在毕竟也没有buff 我也没有火蛇 这种东西 对吧 血巨人能换 就尽量换怪 这个场面 他已经看得很难受了 这里你踢一轮脸 没有任何意义 他要回家 那我们继续跟他换嘛 呃可以先探底 小鱼人 我想一下这里 这里可能是出三二探底 把那个牌过上来 好那么一丢丢 对吧 探底还是要先探一下的 过牌 这里还是要拿这个血巨人去换呢 三二五的血 暂时不要慢 其实血巨人 前期能压住 已经不错了 到这里的话 他作用也就其实差不多了 因为往后打的话 他有那个什么 呃 三四啊 砍一下 全心打一啊 这种东西 对吧 这个血巨人 真的已经血赚了 他本来是没刀的 打一个海盗 现在去过刀 又打一个这个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我需要去过雪崩了 因为前期这种杂毛 差不多就快踢不死了 哎 火蛇 那可以啊 我可以打火蛇 然后把两衣都卖了 这样的话 这油盒都不需要 呃 打伤害 就把这个伤害 全打到脸上 对吧 这样是最好的 然后打完 还可以把这个 分力 莫格顿 出了 哎 最近问你们 你们打炉石卡吗 我打炉石 电脑打 特别卡 这是什么情况 我打别的游戏都不卡 就炉石卡 见鬼了 那必须拿射箭 这里拿过牌 是你往长远考虑 这种局 没有长远的 没有未来 只有打死 是吧 什么拿一个过牌 抽一口抽一口 别干这种事情 射箭是最直白的技能 最近我打炉石 觉得好卡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这个电脑 打别的游戏都不卡 打炉石卡 炉石还是一款 技术游戏 他砍一个 3-2 你想 抢弓是2345 射箭67 差2 过牌 伤害 伤害 先射箭 再打闪电箭 完美的超杀 你好 年轻人 就是要爆打海盗战 为什么现在这个版本 战是这么多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但是也有想到 海盗战的巨型 还是蛮厉害的 来吧 洗手血剧人 他海盗战 已经赢了百分之 也不能说 百分之七八十吧 我觉得赢个百分之六十 就小优势 哇 那加一个 然后给右边这个加一个 我这个站位呢 是在看 如果我有火蛇 我把火蛇放两个1-2中间 然后希望1-2送掉 对吧 这是这样的站位 你不要把两个1-2放右边 你考虑到之后火蛇的站位 这里的话 我想想 火蛇来了 等等 我还是会出3-2-5的 3-2-5是把这个场面 更加扎实的站住 放最左边吧 你不愿意送的怪 就放最左边和最右边 但介于萨满图腾 是一直往右边咬的 所以好怪就放到左边 叠甲是吧 这里应该会给它解掉 我想想看 这里一定要解这个场面的 我们先探底看一下吧 来 雪崩了 那这里会打一个火蛇 去拿突袭换掉它 然后所有伤害都走脸 不要给对面任何机会 来吧 我就喜欢看海盗战心态爆炸 你看啊 我现在换了一张满爪洞穴 因为海盗战真的太多了 这个牌吧 如果你能四费准时挂 打海盗战 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它有好有坏 就第一 如果你抽不上来 四费挂不了 其实往后打它 也就那样了 第二是 它会夹断你的323过牌 所以我还在尝试 带它 你看这个胶油也是 我之前带那个炒炒机器人 两费一二胜盾 然后现在尝试一下带胶油 这两个牌作用 其实都差不多 是保护你后面的怪 但是吧 就如果你前面场面站住 出它们就很厉害 如果你前面没有炒面 就如果你三费 裸下个胶油就很蠢 所以我还在做 单卡上面的调整 就如果你有炒面的话 一定是胶油 会比那个炒炒强 因为毕竟 虽然它在我回合只有一弓 但对面不好解它 三费三五嘲讽 对面看着就挺烦的 但是我拿它换怪呢 也不是很赚 还是没有过牌嘛 那这回合 我应该要把这个四费的 满爪洞穴挂起来了 再不挂就没有回合数了 而且我说过 四费挂是最强的 越往后拖越不行 只是挂它的坏处是在于呢 我的场面可能就要丢了 就看它这个炮打得怎么样了 它要把我这个一杠四仙砍掉 打脸打脸 打脸打脸 脸脸 我靠 这真是一个只会打脸的 职业太好了 这里是一 然后二 冷风冻住三杠三 然后把左边这个去解掉 雪风了来了 可以 这里还会再出三四 你看这种场面就看着还不错 因为三四真的是蛮扎实的 但如果你四费准时挂不了 这个牌其实还 就一般 萨马现在构筑真的就缺陷蛮明显的 我也确实也没有找到一套 我个人认为是特别 顺滑的 丝滑的构筑 我还在改 这个是全场打一 这个场面 它应病 干啥 再占一个 这个场面我想想 场攻是六七八 给我打 我有两个雪崩 那我都想全部撸脸 然后雪崩 雪崩变身 我们之前说过 打海盗战前期 如果你能抢到食物学以下 雪崩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没抢到就很难 但这个场面我们符合了 我们有两个雪崩 结变身是可以的 一个回甲 问题应该没有很大 并且这个战士 其实任务很慢 来吧 兄弟数学不好是吗 打死海盗战